Hello 大家好 我不是DoyV 今天就要講一個新的話題 之前有人提議過我去做一下畢業成員的去向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去分享 由開始到現在的畢業成員的去向 這個內容應該會分上中下三集 今天的內容就是第一集 所以說這些成員可能大家未必是這麼熟悉的 因為真的很初期的成員 但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看看 初期的成員到現在的發展是怎樣的 還有先打個預告 我這個月就是生日的 所以我生日那天就會去一個主題的樂園 但我到現在這一刻還沒想好去哪一個樂園 我決定好之後就跟大家玩一個遊戲 當日我就會投一個IG story 會去召集大家想我做的事 當然內容就不可以犯法或是涉及干預到其他人的事 那我就會根據大家的喜好去進行我的活動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人看我的IG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都會拍一段vlog出來 就是一個人去由主題樂園 這個這樣的影片 那我麻煩關子了 我們說回今天的話題 開始我們的話題之前 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開始我們的話題了 冷木板在成立初期之後 其實在一個月兩個月之內 已經沒有了兩個人 那其實這兩位成員就沒有行過畢業典禮的 那所以可不可以說是正式成員的話 也都未必可以說是 只可以說他們是曾經遞熟過冷木板而已 那就是有這個超級神奇的初代center 吉本彩華 那他就在退出了這個冷木板之後 其實他是完全不會再有任何消息的 那我就查這個資料的時候 吉本彩華這個人呢 其實當時也有傳聞說過 因為他是有事務所的offer在這裡 那所以他才不參加冷木板 從現在來看 應該他不參加的原因 是比較傾向家人同意的 因為他是住在紅本縣 那就是九州的地方 如果要去東京的話 其實都有一段距離 他合格的時候只有14歲 所以家長拒絕他參加 其實是很正常的 那當然這些流都是這樣 但是Niru最後就贏了他們的家長 所以才加入到奇亞結殺家 那也都在退團之後 那就變回一個正常人 完全到現在都沒有半點 出現在藝人圈的消息 那對我來說就覺得有點可惜了 第二位也都在加入了很長時間 已經離開了三本碎奶香 那他就在加入了一個月之後 就立刻退出了冷木板 那現在他就改了名叫做三本碎奶果 那現在就在一間事務所叫做office Nikuniba裡面呢 所屬的一個藝人來的 那他自己的分野就其實是在這個舞台劇上面 那也都有他自己的IG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但是呢 他這個舞台劇上面的演出 也都不是說特別亮眼 那所以現在可能呢 都是一些小小的演員的形式 那在奶母板第一位 做《真點正式行畢業典禮》的成員 就叫做 他呢 其實是一個最大年紀的成員 那他在畢業之後 也都要推出了這個大眾的娛樂圈 那現在他就是做YouTuber 會做做曲作詞 還跟那邊她就騎仔 boy 他就会负责主唱,作词和作曲 都会做一些designer的工作 到现在的话其实看得出他的样子都是挺漂亮的 还有觉得当初奶木板选人是真的靠着漂亮的人才能入到的 而他当时选奶木板的时候也有被邀请过去选SDN或者其他大人的组织 但是他最后都是成功入选了奶木板的 而他IG就好像没见到 大家可以去Twitter看他最新的近况 而他的YouTube也会打出 之后下一位成员就是安藤美云 对于我来说其实他是一个挺漂亮的成员 也是属于大姐姐的成员 但是我给他的称号就是奶木板第一次大严不上事件的幕后黑手 就是关于一个叫青山学院校园制的事件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迟点再说 或者你们去Google search看日文都可以的 他就在青山学院读大学的 读完大学之后呢 他就加入了一间Hack Hunt的公司 就叫做Pasamorukaria的一间涅头公司的 这间公司在香港都有的 而在2019年的时候 他就在这间公司辞职 就转行去了教瑜伽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这个IG看看他的最新近况啦 那也都开了一个page或者好像Fans Club那样的东西啦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经这个网呢 去报他的瑜伽堂的 那再来啦下一位就是帕恒内 一位完美错过了曾经加入的偶像团体 大hit的时期的偶像 加入奶木板之前他是属于桃草的啦 但是我不知道桃草的系统是怎样啦 但是他在退出之后呢 桃草就立刻大hit啦 那加入了奶木板之后呢 他也是浮浮沉沉 因为学业的原因呢 所以一直都不是很经常活动的那样的 而他回来活动的时候呢 就立刻宣布了毕业啦 而在奶木板毕业之后啦 奶木板呢 也都开始慢慢人气上升啦 那而他呢 也都是因为学业的原因而毕业啦 那到现在呢 他已经是研究新毕业的啦 那也都是加入娱乐圈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他的详情的话呢 可以去回这个Twitter看的 那有时候呢 他也都会跟不同的旧生啦 例如安藤美云呢 去玩的 再来下一位就是 龚泽成良啦 那他是一位法国和日本的混血业啦 那所以他的样子呢 就是好鬼的 也都因为在团的时候呢 参加了这个Girls Award啦 所以就民生起 他向毛特儿方面发展的念头啦 那也都在毕业了之后啦 他真的开始走这个毛特儿的路线 那也都在2014年的时候呢 将自己的名字就改成 公宅Sailor的 那其实呢 只不过呢 是将汉字变成片假名这样的操作的而已 那也都在2017年的时候呢 发行了 乃木版里面 现役和毕业成员里面 最大尺寸的一本写真集的 就叫做 Kao wa dou esu Karada wa dou m 那尺寸是多大呢 那就是全裸的写真集啦 只不过是靠人的手去遮住啦 或者去掩住一些重要的部位的而已 那所以来说呢 就在乃木版来说 是最大尺寸的写真集 那但是在AKB或者其他写真的界别的话呢 这个这样的尺寸呢 都不可以说是好罕有的 亦都在同一年的时候呢 获得这个的瑜伽导师的牌 就开始去教瑜伽去寻食的 近年呢 亦都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原因呢 他就开始了自己的Fans Club 去跟自己的紧有的Fans 去沟通啦 和收钱去赚钱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这个IG去看看他的近方的 再来下一位就是史莱令内 那他呢 其实我一开始我真的觉得他好似一个大妈的 但是呢 我现在看回了 其实他真的好有内涵啦 他一个早期里面 奶木版属于学历成绩非常之好的成员 在在籍的时间呢 已经成功考上了这个祖道田大学 随属这个文学部啦 那也是因为呢 考上了这个祖道田之后呢 他就是为了要专注自己的学业 所以就毕业了奶木版的 那而在读书的期间 林毕业的前一年呢 2017年的时候呢 就获得这个NHK 新闻播报员这个offer的 毕业了之后啦 2018年呢 就加入了这个NHK电视台啦 那所以有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NHK的翻组 或者是音翻里面看到他出现的 那呢 他就是奶木版的第一个播报员啦 那再来下一位就是伊藤玲玲啦 那其实呢 我觉得呢 他在早期毕业里面 under成员发展的比较算好的一个成员来的 他在在职期间呢 已经成功呢 是主演过一些恐怖的电影的啦 那毕业之后就主打一些舞台剧啊 或者是网上的一些小剧集啦 那也都会帮Gifu里面 运不同的单位呢 去做宣传的 例如景象啦 足球队等等啦 那一六年的时候呢 就移植了去渡边娱乐的 都是啦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这个IG看一下他啦 或者去YouTube channel看一下他的 那下一位呢 就是大和理赛啦 应该呢 是奶木版里面 最不受欢迎的毕业生的位来的 或者我不可以称号是毕业生啦 因为他呢 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呢 所以是被奶木版的營运炒油鱼的 因为和麦尊 几乎同时间的时候呢 也都被文春发现了 他又是未成年饮酒啦 因为未成年饮酒这件事呢 在日本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挺严重的社会事件来的 那就因为这个社会事件啦 令到奶木版的名誉呢 也是受损的 所以当年呢 也都是有份 令到奶木版呢 是上不了红白的 他曾经加入了一间经理人公司 叫做Promash啦 之后呢 也都是有另一件 很大的文春事件 发现了就是不倫暖啦 发生了这件事件之后呢 他也都有了BB啦 也都退圈呢 现在专心就做了一个妈妈的啦 下一位就是田中青罗啦 那他在毕业了之后呢 也都有加入经理人公司的 但是呢 最重点的消息就是 毕业两年之后呢 他就跟普通的打工仔呢 结了婚 开始了去美满幸福的人生啦 而他那间经理人公司就叫MSC啦 那同时间他也都有经营自己的YouTube Channel的 那他最近呢 就在添丁啦 总共现在就是三位小朋友的妈妈来的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去的IG 看看有个美满的人生生活是怎样的 那下一位呢就是永岛姓罗啦 曾经的under里面的女队长 那在毕业半年之后啦 加入了这个HollyPro啦 那也都是之前 很久之前的一条片 说过是一间良心的经理人公司来的 那也都是跟EGD干田呢 是同一间公司啦 那所以经常是被EGD干田 带协去不同的活动啦 还有教导他怎样去工作的 那在毕业之后呢 其实他是多妻发展啦 电视剧电影浪读剧 舞台剧啊 或者一些翻组的MC都会见到他的 那他是属于一个慢慢用自己的实力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的成员啦 那到现在啦 其实他的成绩已经开始慢慢是有成效啦 或者是大家是看得出的 那所以他的工作呢 应该会越来越多 大家可以越来越见到他在电视上出现的 那来到今天呢 最后的两位成员啦 就是赴防罌 marin意的 是深穿麻衣啦 那就是第一位毕业的大智商员啦 都有一位毕业专属SentarSingle啦 他说了是要上取 病 HELLO 啊 童呀 HELLO 啊 小姐 HELLO 啊 小姐 我叫小姐 又進來 又進來 你又同學 下巴太肥了 因為她的勇氣 令到很多一騎生都開始 逐漸畢業 畢業之後就加入了一間公司 叫做TENCALATO 也有傳過肥秋 是搭線幫她 加入這間經營公司 而她暫時來說 發展最好的大TOP成員 在這個演藝圈裡 因為她畢業之後 曾經參與過8套的電影 而3套是屬於主演 電視劇連續劇的話 總共參加了11套 而有2套是屬於主演 而11套裡面其中也有大河劇 類似日本古裝的劇 所以現在她的名字 都算是廣為人知的 但是呢 討論度暫時也不是特別高 她有些劇 也可以在香港看到 例如這個 《屬蘭不結婚》 好像在ViuTV 都有不同的舞台劇 朗讀劇的資源 由於她現在的討論度 也不是很高 所以希望她之後 會有些很紅的作品 就可以大HIT 令到大家知道 《深邨麻衣》這個人 而且她曾經屬於賴木板這件事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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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橋本來來美》 家庭的原因 所以她才成為這個偶像 也是現在這個原因 或者這個問題 已經解決了的關係 所以要變回 一個正常的人 不在大眾面前去生活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傳聞 也都說過 她在Sony裡面 是做一些 即是說一些 backup型的工作 可能是一些經理人等等的工作 也都曾經是有一個 未經證實過的傳聞說過 她在幫Eco Love 即Sashihara Nino 她produce的 這個idol group去做事 但是對於我來說 一切一切都很難去證實 因為真的沒有人 可以給我們一個 100%肯定的答案 但是我們知道的就是 她已經變回一個正常的普通人 要她復歸這個娛樂 她已經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真的我們知道了這些事的話 我希望大家 或者可能是一些熱情的粉絲 可以忍住自己 不要去干預她的生活 畢竟她已經是一個正常的人 那今天呢 就介紹到這裡先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那其實真的說了很長很長很長 那我相信我都會剪死自己 也都多謝 多謝提出這個建議 叫我去做這個題材的 各位粉絲 因為真的挺好說的 我發覺 之後呢 生日那方面的安排 大家呢 就記得去回我 看回我的IG 記得follow我的IG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 喜歡記得按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這條頻道每個星期六 八點鐘 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如果有什麼想聽 想知道 想說的也可以在留言 跟我說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會 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